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徐万度爆表的2023高雄爱月热气球 细流体验活动 9月12号开卖 今年特别横跨中秋双十廉价 9月23号现在月世界独特的 恶地地形升空 10月7号在到爱河搭乘飞扬高空的 炫彩热气球 连续三年举办的高雄爱月热气球活动 从不同角度欣赏二地地形及城市美景 每次都吸引全台各地民众到高雄游玩 今年则特别跨中秋双十廉价 首先在9月23日 月世界独特的二地地形来升空 2023高雄爱月热气球 细流体验活动 其中即将从9月份开始要登场了 那我们连续三年邀请朋友呢 在恶地的地形 还有都市美景 我们从空中来俯瞰 城市的美景氛围啊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 我们从9月23号到24号 以及9月28号到10月1号 这个中秋节的联系假期 我们首先会在田辽乐视界来揭开序幕 那民众搭乘乐视球呢 我们可以从空中俯瞰田辽 恶地形的独特的地貌 可以比你是台版的卡帕多提奇亚的 这样子的一个浪漫的氛围 而且呢在田辽的周遭还有土鸡城 大家除了搭乘这个热气球之外 还可以来品尝鲜嫩多汁的土鸡 同时还可以顺道到 祁山美农去走一走 10月7日 来到爱河迷人的港湾美景 搭乘飞扬高空的炫彩热气球 感受法国塞纳河畔的浪漫 与好友家人熟久 一起来高雄赏美景吃美食 度过愉快的连续假期 其次我们在10月份 在10月的7号到10号的 国庆日连续假期 以及10月14到15呢 我们即将来到 延城区的爱河畔 在河西路爱河畔呢 我们也有热气球的体验活动 大家升空之后 可以欣赏在成昏的都市美景 可以比拟法国塞纳河畔的美景 而且呢这两场田辽跟爱河的场次 我们在晚间还规划了 热气球的光影光雕秀的活动 另外在爱河场次呢 还有美食市集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 利用中秋以及国庆假期 来高雄走一走 观光局表示 两场域活动期间 晚上有迷你热气球 光影展演秀 热闹开演 爱河场次更搭配美食市集 保证将带给大家满满视觉 与味觉饗宴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将在10月14 15号举办2023基隆语国际基调赛 9月6号开放报名 让不少钓客们为之振奋 高公府看碧海蓝天 层层浪花打在椒岩上 排挤美不胜收 金融语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不仅渔业资源丰富 更是钓客们的最爱 更因他们欣喜若狂的是 2023年金融语国际基调大赛 即将登场 钓鱼然后就开始喜欢上 我们的金融语 也因为钓鱼让这个基调比赛 从第一 我们的金融语的基调比赛 从第一届 就请我当这个代言人 在钓鱼界相当有名的 资深艺人沈文成 已经担任五届代言人 金融语国际基调大赛 将在10月14号15号 准时登场 各路好守齐聚 互相切磋 不过为了维持生态平衡 只开放84位登岛参赛 那今天的这个 基隆语的国际基调赛 有很多的奖品 有很多的奖金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凸显 我们基隆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那未来我们也会朝更多的观光娱乐 跟海洋的融合 来作为未来的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产业政策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基调赛 希望让更多有名的选手 可以透过基隆的这场比赛 来整露头角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 探索到基隆的海洋之美 前来艺人沈文成和基调美少女 和市长谢国良一起穿上救生衣 强调基调活动安全第一 这一次我希望说 在大家共享盛举之外 大家亲临协力 摆这一次的活动 跟以往一样 办得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轰动 然后使命全世界 让我们基隆语变成说 全世界都钓客钓游 都会来这边朝圣的一个圣地 这是对我自己一个期许 基隆语国际基调大赛 有超过20万元总奖金 和知名钓具品牌莫彩活动 市长谢国良 希望透过基隆语基调大赛 让钓客们爱上基隆语 同时带动基隆成为基调运动的领头羊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2023台南文旦比赛 历经两个月的赛程 由麻洞农友郭李春梅拿下文旦王 市长黄伟哲也一一颁发25名获奖的农民 欢迎消费者赶快向农友来采买 今年台南文旦比赛已经迈入第九届 经过两个月严格的评选赛程 比果园也比国品 让台南文旦产业水平 一年比一年进步 市长黄伟哲于77位参赛者当中 颁发两等优等以及头等奖等24位 还有一位特等奖则由麻豆农友郭李春梅拿下文旦王 市长一面品尝一面强烈推荐中秋送礼最好的水果 这个皮这么样的细致 那里面的果肉这么样的鲜艳 所以说非常非常好吃 而且文旦是一个健康的水果 健康的果品 欢迎大家来9月29号中秋节吃文旦 配合我们的连土族的葵料 就是说搭配的 我们也研究很久 研究和配合才会好 台南文旦因为土壤地质条件 适宜文旦生长的优势 加上农友的栽培管理技术不断提升 所以香甜的滋味令人印象深刻 立委郭国文团队也结合企业 持续协助农民行销 透过中秋的送礼 能够多多享用我们麻豆 关田下影的麻豆文旦 那在企业没有方面 我想也要感谢郭国文委员 一直在美合我们的企业 帮助我们这些幼龙 现场所有得奖文旦友的品质 一定都是水平以上 所以从外观形体 色泽重量等条件 轮回总干事也要教大家 如何挑选文旦的小秘诀 不要那个扑桃 就是监念那个头话 可能会比较是心脏 然后像这一颗很标准 然后它摸起来毛细孔是很细的 这个就是最标准 然后还有它的底部这边 会有点凹 那这凹的话就是代表 它是已经成熟了 所以这是很标准的一个 超文旦的一个办法 农业局提醒大家 因为台南文旦品质保证 所以想要购买得奖农友 所栽种的就得赶快 因为已经供不应求 记者郭文吉台南报导 2023台湾设计展 由新北市和经济部工业局 共同主办 邀请新北市长侯友宜 经济部次长林全能 设研院院长张基毅 以及各展区策展团队齐聚新北市府 预告系列活动将从10月6号到10月22号 欢迎民众一起来感受设计之美 经济部从2003年起推动台湾设计展 从一开始将闲置场域空间再利用 活化到2014年起 透过设计扶植地方产业 整合地方特色 2020年将设计导入城市治理 经济部次长林全能表示 今年台湾设计展首次在新北举办 主题是新北圈起来 圈起来是串联环抱回应城市的环状样貌 以及运转的百工百业 透过设计结合在地能量 将新北各市的圈圈起来 呈现群力共足的设计精神 这21年第一次我们新北市 跟经济部这么一起合作 来大家共同来主办这样的一个 很重要的台湾设计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特色是 我们有主展区 那也有透过五个卫星的展区 来呈现新北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设计的元素跟特色 就如同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讲的 这次的主题是 我们把所有的十一柱形 在设计上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透过这个圈起来这样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的设计 呈现给大家 那第三个特色 我们是有很重要的 这个不同的场域的开放 那这都是有设计的相关的 元素融入进来 包括我们从校园 卫生所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场站 我们的一个捷运的一个场站 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设计 在不同风貌的一个展现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透过设计来 复兴地方产业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叫T22 台湾有22个县市 那透过T22 我们希望透过设计来 复兴地方产业 新北的这次的主展区在英格 就是我们第一个T22 来进行的一个设计 复兴地方产业的一个重要推动工作 这四年多来 有很好的一个成绩 一直在展现出来 市长侯友宇表示 新北市是一个拥有多用文化 和山海并存的环状城市 不同族群的人来来这里定居生活 形成各区不同的产业聚落 和人文景观 身后的人文底蕴 也充满丰沛的设计动能 这次设计展主展区包括新北市美术馆 英格国民运动中心 英格陶瓷博物馆 同庆市民活动中心 邀请全台各世代的设计师 以及耕耘新北的在地团队齐聚一堂 以崭新的视角来呈现 新北市的多元样貌 我们选择在新北美术馆 陶 英格我们的这个运动中心 还有我们陶博馆 以及我们未来在整个环状线的周遭 我们设计 刚刚您说的 就说了五个感激 那最重要我们的五大主题以外 我们设计五大主题 最主要我们准备新北立合 准备154个场次 让大家来欣赏 新北各地方的不一样的文化 让大家能够融入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跟方向 其实心理直约有个梦 让大家都来了解新北市 各位不要以为新北市很多人都了解 未必 台北市人不尽然常常来新北 台北市习惯就很难来新北 那有的人从南部来的时候 就过了新北就直接到台北 其实我跟各位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报告一下 新北的人口 不但是前台湾最多 有富及的是403万 还不断在增加 没有富及的常住人口 加一加将近450万 这么一个450万 尤其由中南部来的最少超过200万 它真的是一个多元族群 新住民也是最多的地方 所以新北市其实它看到的多元文化 就是从台湾的缩影来看 尤其它有城乡的差距 在城乡的差距的过程 当然可以看到台湾每一个面貌 所以你牵起来走一牵的时候 就像台湾你走了一牵 你就可以认识台湾的文化 今年新北市政府更串联各局处 攜手打造新北设计展 不仅在三英地区展出 新北市29个行政区 捷运环状线都有设计响应 更归号多达129条路线 154场次的新北力赫文化行旅行动展区 以及开放多处新北城市美学改造吃饭点 为期三周的设计盛宴 将在新北市百花齐放 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 富设计感又热闹滚滚的新北市 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金融市教育处特别邀请NBA 今年赛季夺冠的丹佛机快队成员 小波特来到基隆 启发同学们对篮球的新观念 在现场 小波特亲自指导基隆的同学 如何精进球技 并亲自示范基本功的训练投球与专注度 透过行动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宝贵的NBA篮球训练课程 可以增进我们的球技 因为他刚刚教的东西是不是你们之前比较没有好过 比如说 比如说投篮 然后上篮的模式也没有做过 因为他们刚刚那个方式只要训练是跨发了一台是什么 像弹跳跟投篮的精准度 然后第二阵的一票 Michael Porter对抗 大家帮同学加油 加油 加油 我们看看同学能不能赢过Porter 有机会哦 13号同学 13号同学 加油 加油 13号同学 你刚刚NBA球员一起打球的感觉吗 很开心 因为他难得来台湾嘛 然后可以跟爱琴打球我觉得很开心 那刚刚是你撑到最后跟爱琴 你有没有觉得非常荣幸的 有 你觉得他的球技如何 他的球技很很棒 然后他投来很轴 然后最后的时候 我们剩我们两个在场上我觉得很紧张 然后最后赢了 看到本人呢 你觉得他本人帅吗还是怎么样 给你特别的感觉吗 他本人比我想象的还要高 预防 他本人的感觉 他是非常强热的 他本人也没有没有 在场上 身边 是非常好 ά聚油 athletics 我们三十四 任何人的感觉 我们三十四 我们三十四 請問這個問題 我一直都想來來亞洲 所以要來這裡 看看你們的文化 吃的食物 見到所有人是很棒的 我很期待 跟球隊伍 很棒 今天是我的第二天 但是很棒 他說他其實在基隆 他很期待就是來這邊的美景 因為他下午還要去看幾個景點 然後他也很期待一些美食 然後他也很開心可以跟 這麼多的同學們一起來做這個訓練儀 這是NBA明星球員小波特 首度來到基隆 他用球技展現明星的氣質 用類似遊戲教學的方式 提升學生的基本功 訓練態度相當親切 現場的歡笑聲連連 進一步激發學生對籃球的熱情 相信將使基隆籃球運動更為茁壯 詐騙世界猶如變種病毒 詐騙的手法更是日新月異 推陳出新 教育部為了要提升學生族群的 防詐免疫力 結合友善校園州舉辦 校園詐騙防治 你平安我快樂的宣導活動 行政院長陳建仁還化聲大人哥 提醒小朋友要謹記防詐的3C原則 前幾天要你買的那個點數 你買了沒 買了 那我等一下給你一個序號 你只要去到那裡 之後把你的連結 把序號丟在連結上 之後你就會得到兩倍的點數喔 紫風車劇團演出校園 常見詐騙手法案例 像是交友詐騙遊戲點數 即假網購等 以生活化呈現學生可能遇到的各種情境 透過貼近校園生活的戲劇演出 讓學生有感 期許學生們都能時刻保持警覺 而行政院長陳建仁更是化聲大人哥哥 提醒小朋友遇到詐騙事件的時候 謹記防詐騙3C原則 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哥哥姊姊 爸爸媽媽或者阿公阿嬤說 哎呀糟糕了我好像被騙了 那這個時候你要告訴他三個C 第一個C叫做 答對 對答對了第一個冷靜 第二個是 查證 好棒喔 第三個是 我165 打165 大家為自己拍拍手 很棒很棒 你們是我看過最棒的小朋友 看了表演以後有這麼好的懷疑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把這樣好的 防詐騙的方法來告訴爸爸媽媽 我們說齁 這個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對不對 那我們要說 詐人之心怎麼樣 不可有 防詐之心不可無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 教育部推動試詐面向教育宣導 舉凡從師資 宣導課程資源等各層面著手 推動校園詐騙防治整體策略 並啟動校園詐騙防治的系列活動 更特別邀請中央及地方政府代表共襄盛舉 共同宣示校園詐騙防治的重要成果 特別要提醒的就是這個反詐騙 也就是剛才子豐車劇團的大哥哥大姐姐們 透過非常精彩的這樣的演出 要讓大家知道看起來是一個超好的很棒的好的條件 結果你一旦上網了 你一旦傳了訊息 要後悔就來不及了 我剛才看到同學的反應很棒 那個大姐姐跟你求救 跟你請問照片可不可以傳出去 你們的答案說怎麼樣 大家如果這麼厲害 我們就不用來這一趟了 表示大家都慢慢都知道 現在有非常多的這一些要騙人的人 或是一個集團 就是想盡各種辦法 然後用各種的誘惑 就是要讓大家上當 把照片給人家 把點數給人家 甚至把錢給人家 那更可怕的一個 把毒品給人家 我們有一個跨部會 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新世代 打擊詐騙的這樣的一個行動綱領 這當中有認識詐騙 有防堵詐騙 有要阻絕照片 還有最後那個要懲罰詐騙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案 我們希望能夠讓我們所有的大朋友 小朋友都能知道 我們都相信小朋友最厲害 你回去看到今天 演出那個高高的那個 很可怕的那個小魔王 動輒就是要把人家的口袋的錢 拿出來的 你回去 不是你知道而已喔 要記得告訴誰 哇 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也要 阿公阿嬤覺得 哇 五千塊 可以變五萬塊 變五十萬 講起來 好誘惑人喔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所以要告訴阿公阿嬤 告訴家人 如果有接到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這才是我們認識詐騙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所以呢 有了這個 就像我們在面對病毒的時候 讓自己的免疫力變強 這些就不會侵害到我們 教育部也呼籲全國各級學校 老師 家長以及社會大眾 詐人之心不可有 防騙之心不可無 詐騙防治 最重要的關鍵步驟就是 認識詐騙 不被詐騙 以及不詐騙人 要將防詐意識在校園扎根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日本最大動漫品牌 正式進駐高雄捷運R11站 吸引了不少動漫迷 前往朝聖採購 高捷公司指出 南台灣最強盛的ACG 順地即將誕生 並預告將會有更多的 動漫電玩商家進駐 這是台灣繪師的畫策 從背包中拿出 才剛購買的商品 開心地展示給鏡頭拍攝 動漫粉絲喜悅心情寫在臉上 因為買到了自己心愛的標的物 也順利地幫同學代購成功 一趟從屏東來到高雄的疲憊感 不僅完全看不到 對於採買金額超過五千元 這位來自屏東的大學生 也直乎直得 應該說全部加起來的話 大概是五千左右 有部分是你個人的 還是幫同學買這樣 就跟他們一起核算 因為這樣排隊比較便宜一點 是從哪裡來來這邊朝聖的這樣 屏東啊 比較近啊 之後要買東西的話 可以特別過來這邊 就是它是主要日本進口的商品 不然台灣也會在賣 就很多適樣 像蘇吉啊 就是相關的周邊都有啊 因為我前幾天有去台北 他們的台北店看 那如果跟台北店相比的話 我覺得在他們場地上就是相差很多啊 但如果說這邊的東西的話 因為他們每間店賣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有些台北沒有的 當然這邊有 所以我覺得 因為可以就近 就不用都特地跑去中部或北部買 我覺得蠻方便的 高捷公司提到 高捷R11站車障商場的日商 安利北特 在日本當地 是規模最大的動漫品牌 隨著在9月1號的開幕進駐 加上高捷長期打造的動漫文化 兩者未來合作將會更加密集 也勢必將成為南台灣 最強盛的ACG動漫遊戲 主題商場勝地 現在近幾年 高雄國際動漫展有副辦 那還有平常本來就會辦的 比較大程度像CWT 或者是博二同仁展 我覺得這些都蠻不錯 就不用讓南部的人 需要特地跑去北部才能參加 所以我覺得如果未來 如果高雄市有這麼多的活動的話 我覺得身為屏東人 我也會願意跑來高雄市參加 那我們這一次是跟莫凡公司一起合作 我們打造了R11高雄車站 這樣子成為一個ACG這樣子的一個商場 那我們這一次是9月份 剛好這個安利美特 它是我們現在日本最大的一個動漫的公司 那它也進駐到了我們的高雄車站裡面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說可以在這裡呢 可以打造成一個很棒的一個動漫的商場 那在這邊呢其實有近一千坪 就是我們有新站跟舊站 這樣子的一個面積加起來 有近千坪的這樣子的一個場域 那我們是希望說後續呢 我們也會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商家 都陸續的進來我們這樣子的車站 那我們會在年底的時候呢 進行一次盛大的開幕 現在呢可以跟大家做預告 大概會是12月份的時候 根據記者觀察 非假日的中午時間 雖然有許多動漫粉絲前來超勝 但卻沒有選擇購買 部分消費者認為 因為日元匯率加上稅金 導致價格些許偏高 而抱持觀望態度 等待下次活動促銷再來採購 而另一方面的忠實粉絲則表示 都已經來了 真的要便宜的話 可能就要坐一趟飛機到日本買 才會真正便宜 它是那個以專門為書 以書為主 然後其他文具為福 稍微找一下 但感覺它未來還是會更新很多東西 所以就是之後 我還是會找時間過去看一下 因為高雄他們本身在動漫產業這個地方 有的商店就比較少 那如果像高雄現在有的話 對於南部的人來說 也是多一個新的地方可以來逛 如果想要就近買的話 算比較貴一點 但如果你願意花錢買那就買 不然的話就是真的要去日本買比較便宜 那我們大概會是以高捷動漫季 冬季的這個動漫的一個活動的這樣的方式 跟民眾來進行互動跟見面 那我們也會以這樣子交響音樂 動漫交響音樂會這樣的一個形式 還有我們跟這些商家 會有陸陸續續的一些相互的合作 那我們會把這個商場再打造成 我們所有的動漫年輕朋友 都很喜愛的一個商場 高捷公司者進一步預告 隨著安里美特的高雄據點 加上ACG主題商場的陸續招商 冬季動漫展將會非常熱鬧可期 未來帶動的 不僅是民眾在暫停內的逛街消費 衍生出的商機 更是對曾經已久的周邊商圈 有著莫大的提升作用 記者李佳龍 高雄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新北市三峽國小 每學期都會安排學生 從翻土開始種植各式作物 過程中透過友善農耕學習 給予鳥類及蚯蚓 雞母蟲等生物共存 培養生命教育及環境保護的意識 同時學習社會化與多人協作的經驗 三峽國小的同學們拿著鏟子 在學校的菜園內鬆土 卻意外地挖到各種不同的小生物 三峽國小的食農教育課程 主要針對中低年級的學生 以友善職哉的方式 讓小朋友們種植各種食用作物 針對不同年級規劃 種植難易度不同的蔬菜水果 低年級以較容易照顧的葉菜類為主 中年級則是在有了先前的種植經驗以後 選擇番茄等攀爬類作物 三峽國小推廣的食農教育 主要是一種友善植栽的概念 我們10座的小朋友 主要是低年級跟中年級的小朋友 在他們能力的差異上 我們在植栽種植的選擇上 以低年級的小朋友來說 就選擇最簡單的葉菜類 他們只需要把幼苗埋到土裡面 按時的澆水跟趙老師教學的方法施肥 就可以在40天的時候種植出一棵 完整的一棵蠻若 中年級的孩子因為他能力比較好 也種過蠻若了 有先前的植栽經驗 所以我們會設計一些簡單的棚架 讓孩子種植一些像番茄那種攀爬的 或者是像菜豆那種捲墟的那種攀爬的植物 讓他們種植體驗不同的植栽環境 學校以友善植栽的方式來引導同學們 在農園種植的過程當中 經常會有鳥類與害蟲的影響造成農損 不過也讓同學們在當中了解 與自然生物共存的意義 從中尋找合適的方式 友善自然 情敬自然 我們的植栽主要是以友善植栽的概念 跟方法來傳遞給孩子 在這個過程中 有可能會有一些害蟲或者是鳥類 來傷害我們的植物 但是孩子們秉持著 愛護大自然與大自然生物共存的概念 對於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 都可以坦然的面對 可以用一些比較 一個應該說一個友善的方法 譬如說把小蟲移開 或者是直接與它共享的概念 來面對這樣的一個生態狀況 然後對於整個環境的友善跟親近度 其實我覺得有大幅的提升 教師陳興全表示 在植栽的過程中 同學們之間的互動 讓他們學習社會化的過程 並且了解到該如何通力合作 對於同學們而言 是終身受用的寶貴經驗 在目前還沒有經濟壓力 以及收成壓力的情況下 對於鄉長在都會區的同學們來說 是非常有意義的體驗 那過程中其實他們難免會跟孩子 其他的孩子有一些 互相的一些意見不合的地方 也可以從中學習互相合作 跟養成未來一種社會良好的社會公民的一種現代的態度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課程 然後在一個沒有經濟壓力跟收成壓力的一個課程之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適合孩子們 都市孩子們做一個都市農夫的一個很好的一個體驗 那如果你做的東西被蟲吃掉的話 嗯...不太會了吧 豆類綠的應該不太會 為什麼 因為你要比較不容易看得見 要是呢 我們先會把那個番茄先採下來 把那個...因為我們會架子 所以我們就會慢慢的把架子拆開 所有小朋友都會慢慢的把架子拆開 把架子拆開之後才會拿給老師 然後番茄就是我們自己帶回家 我們...我們不是從紅色的那個番茄的時候才採 我們是從綠色的番茄的時候才採的 遇到害蟲 有時候可以跟它和平共處 就把它移到另外一個自己準備的蔬菜上面 讓它也可以繼續吃菜 嗯...就是我覺得挖土的地方最好玩 因為它可以挖很大的洞 還可以挖到蚯蚓 然後...我...還可以挖到幾母層 我也覺得很好玩 消防表示 此處農園提供寶貴的自然教育資源 讓同學們理解桌上的美味佳肴 是如何從土壤中孕育而成 也讓孩子們在過程中探索自身與自然環境 及人際社群的關係 促進同學們培養現代公民意識 記者也根據新北台語報導 再帶你們來看 台南市東山區農會攜手糧食製造品牌團隊 結合黑葉荔枝、紅龍果、咖啡及柴燒龍眼乾 推出中秋禮盒 當中蘊藏十六道蔬食料理食譜 讓民眾藉由簡單的烹調品嘗東山的好滋味 台南市東山區農會在中華日報的牽線之下 與台灣企業品牌糧食製造 以荔枝、火龍果做成果泥 另外搭配龍眼乾和咖啡 用文創禮盒的方式推出中秋節伴手禮 我們東山的農地產品非常豐富 我們這次跟知名品牌企業糧食製造 共同聯手來推出中小企業 城鄉創新輔導計劃 將我們東山的農地產品來做食材 那這個禮盒呢 當中我們是延續在地永續的精神 然後呢讓水果能夠入菜 東山區的天氣呢 就是非常得天獨厚的 在這麼樣好的一個土地的狀況下 然後農民這麼心情當中 我們才能夠去把這樣子的一個禮盒 把它設計出來 主廚林勝志在現場也用火龍果 做成炒飯 以蔬食簡單料理的概念 針對這四樣農產品 設計十六道佳肴 讓民眾在家就能輕鬆烹調 期待透過美食 傳遞東山的人文風采 那這次呢 會用東山區的這個咖啡的話呢 我會來做一個咖哩 那咖哩的部分裡面 會加入這個猴頭菇來做一個燉雞 那當然這個荔枝的部分呢 裡面就是比較偏向是一個涼拌菜 那當然也可以把它做成一個塔啦 或是一些法式的一個小點 糧食製造團隊更在東山區拍攝系列影片 讓消費者認識當地農民 用心經營農產業的故事 協助東山區農友提升農作物價值 創造新的發展上機 紀蔣順懷談的報導 高雄連鎖麵包業者推出巨無霸麵包 將菠蘿麵包和墨西哥麵包放大五倍 吸引了許多顧客的目光 巨大的外型製作起來耗食又耗工 所以每天門市只限量20多顆 這個是一般大小的菠蘿麵包 往旁邊一看 竟然還有足足五倍大的同款巨無霸 連鎖麵包店最新推出巨大麵包 每天在門市都是限量 原因在於相較於一般麵包不但成本高 而且一個烤盤上最多只能放上兩顆 耗工又費時 不僅得用電話預訂 而且每天都售罄 一直以來都有客戶在經常說 跟我們懷疑說 你們怎麼都沒有做比較傳統的麵包 他們可能比較懷疑 所以說我們就說 為了要滿足那個顧客的需求 我們特地挑脫出來 跟市場不一樣 所以說就把傳統的麵包 懷舊的麵包給做大 所以說才會演化出這個巨大的麵包 菠蘿麵包和墨西哥麵包 都是台灣傳統的古早味甜麵包 這樣的麵包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其中有很多的美角 要如何在維持麵包柔軟的同時 入口咀嚼後還能保持不甘涩 尤其在麵包放大體積之後 麵團和內餡的比例 更是格外考驗師傅的功夫 一般越大的麵包 其實技術門檻很會越高 除了必須要在原料的慎選之外 而且在製程方面 以及我們各個工作的重量 我們都必須要再更加慎選考慮進來 比方說在它發酵的部分的話 我們必須要讓它發酵得更精準 不要讓它超過 因為你發酵一旦過發的話 它就會造成麵包組織的粗糙 以及吃起來會比較乾 台灣南部習慣吃甜 原先店家就是應客人要求 而做出巨無霸麵包 推出之後也收到不少客人的回饋 客人反規的話它非常的驚喜說 它比我們認知的傳統麵包更挑痛 它沒有看到說一個麵包 傳統麵包可以比連還要更大 然後吃起來口感又更加的濕潤 更好吃 現代人生活繁忙 經常選擇方便攜帶的麵包 作為填飽肚子的選項 如今推出這樣的大麵包 還能和親朋好友共享 在快步調中忙裡偷閒 一起享受早餐和下午茶時光 記得周福慶李凡菲 高雄報導 再帶你來看位在高雄奉身 有一間龍蝦堡忽然間爆紅耶 有不少民眾到現場買都買不到 更有人因為買不到 就給店家負面評價 對此高雄市議員王傑 就替老闆打抱不平 強調好店是值得等待的 才剛開始營業沒多久 攤販錢就陸續來了不少人潮 工作人員們忙著製作龍蝦堡 將整尾的龍蝦肉鋪在麵包上 看起來分量十足 從林口為了吃龍蝦堡來 我十點半左右就到了 大家從北部下來 因為看網路好像滿風行的 趕快跟風一下 不過還是有人來到現場鋪空 想要購買卻買不到 想要來一份4盎司龍蝦堡 可是走近一看 居然在中午的時間 全部已完售的牌子 就已經擺出來了 想吃還不一定吃得到 從捷運走過來 十十五分鐘吧 然後想說 再來去看到它看起來很好吃 然後退了走過來 結果 那樣這麼快就賣完了 十一點開賣 然後現在十二點多吧 面對一波又一波的人潮 好老闆頻頻道歉 也因為沒有辦法事先知道 當天到底有幾尾龍蝦 可以提供給顧客 因此無法接受客人提前預定 比如說我今天有準備 要準備給100隻 但是它可能 品質沒有到達那麼多 我們可能挑挑挑挑挑 就沒有辦法 供應這麼多的龍蝦給客人 大量的客人 讓原本的工作量瞬間增加 老闆只好找來家人一起幫忙 但備料到很晚 又得早起準備開店 實在讓身體有些疲憊 我只有我跟我老婆在做 我妹跟我妹去是 因為這幾天的關係 被我硬拖來幫忙的 對啊 就從頭到尾 就只有兩個人在做而已 我們每天都備料到 四安四點四五點 早上九點十點就又起來了 這樣子的負荷量實在是太大了 龍蝦寶的熱度隨著素食店 推出新產品不斷升高 老闆的電話一通接著一通 客人一個接著一個 不過人手實在不足夠 能做的量有限 希望大家能夠等到 風潮消退一些再來購買 可是電話就一支而已 一支電話而已 就你打不進來 不是因為我沒有開 或者是我不想接你電話 是因為別人也在打電話 不好意思 可以緩一緩 大概過個一兩個月以後再來買 有人因為買不到而給雨店家 負面評價 讓之前就來吃過的高雄市議員 黃傑也忍不住替老闆抱不平 希望大家可以在打電話 打不進來的時候多一點耐心 或者是擇日再來也可以 我相信好店是值得等待的 一份龍蝦寶要價460元並不便宜 即使這樣仍然有太多人想要嘗鮮 看來想吃龍蝦寶的民眾 恐怕得碰碰運氣或是再等等了 記者吳家瑋中書庭高雄報導 接下來要帶您來看 飛魚卵融入甜點的創意料理 顛覆只能吃鹹的想像喔 滋味究竟如何呢 帶您來品嘗 老闆我來一份飛魚卵超淇淋 好 以香草冰淇淋做基底 放上一口飛魚卵 顧客直呼好大發 滿滿一大口 比去來源的那邊的飛魚卵太多 趕緊吃上一口 天中帶魚的鮮甜 究竟味道如何呢 我覺得這個飛魚卵有點鹹鹹的 然後不會跟冰淇淋的味道有衝突 然後它的口感很特別 它吃下去感覺會在牙齒裡面彈跳 然後同時你又會聽到 飛魚卵那個在嘴巴裡面 啵啵啵的聲音 啵啵啵的口感在嘴中化開 增添冰淇淋的層次 業者將豐富的口感層次加以運用 這幾年火紅的法國甜點 達克瓦茲內餡竟然也是飛魚卵 顛覆了大家的想像 口感上又多了一個層次 就是你吃下去的時候 不會只吃到達克瓦茲的酥脆綿密 你還會有飛魚卵在你的尺寸之間 啵啵啵啵的感覺 一樣啵啵啵的口感 讓這烤得恰到好處的蛋白餅 有海的魅力 選擇在鎮冰與梗創業 業者不只在食材選用在地 還有裝潢也顛覆一般民眾 對甜點店的想像 爬上二樓 竟聞到淡淡的中藥香 賦予中藥味 中藥碗盆 新生命 飛魚卵系列的甜點與餐飲 在這裡發亮 它其實是一個 我們中藥店的一個櫃子 然後上面的那一些藥罐子 其實都是放著不同的那個茶 茶葉 不光是真的是展示品 它其實也是一個 我們生活會用到的器皿 感受到老物件的生命力 業者創意運用 又將基隆的好物 與濃郁特產結合 再創新火花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再帶人來看 知名泡麵品牌 結合日本漫畫 中華一番 聯名推出 麵的大風暴 統一麵 創意料理 徵集活動 讓參賽的民眾 發揮創意 將泡麵變成各種創意料理 中華一番的作者 小川樂司也特別來台 擔任評審 開水一沖 蓋上蓋子 再燜個三分鐘 一碗香噴噴的泡麵 馬上就能開動 因為料理方便 價格又便宜 泡麵這項產品 一直深獲許多年輕族群喜愛 知名泡麵品牌 舉辦麵的大風暴活動 邀請民眾以統一麵為主角 展現各自的創意料理想法 同時更邀請到日本漫畫 中華一番的作者 小川樂司 來擔任評審打分數 獲得料理獎的民眾 就有機會 將自己的料理作品入畫 活動吸引許多 書名粉絲參賽 我參加這個活動 是因為很喜歡這個老師 然後我其實有一個 當時我看到這個比賽的時候 想說因為有些東西叫做 就想到那裡邊 有一個東西叫做麵 所以我就想到的是 要把麵做什麼麵的樣子 所以我就想到 那我要做麵包 把麵包呢 就把麵包看在 用盤裝這樣子 然後最後 這塊麵這樣子 你現在也算 特級小廚師了嗎 對對對 你現在特級小廚師 好 你參加這個活動 中華一番作者 小川樂司 廚一品嘗每道同一麵的創意料理 也對每一參賽作品 作出評論 看到小川先生 邊吃邊點頭的樣子 看來這些料理不但有創意 而且也很美味 對 台灣的食物 同一麵是台灣的所謂的精神糧食 跟日本的日清食品是一樣 屬於台灣最規模最大的食品 然後大家也試試過這個 同一麵的各項的麵 他也覺得非常的好吃 然後這次來參加的話 又看到各位台灣的朋友 把同一麵的創意發揮到極致 這個中華一番也是我們從小很喜愛的一個漫畫 那裡面也有很多很精彩的內容 它跟今天所創意料理 大家發揮很多創意出來的一些好吃的料理 麵的大風暴 比賽獎項分為人氣獎以及料理獎 主辦單位也頒發獎狀給每位入選民眾 料理獎最終也由劉愛心拿下 成功將自己的料理創意作品 放到中華一番小當家阿毛手中 記者張碩為台南報導 在龜山的楓茶米休閒農業區內 有一間農村咖啡廳 遠與都市巷弄的網美店 放眼望去是一片綠油油的農田 與原始的山林風光 店內使用的咖啡跟茶都是龜山在地自產 可以享受在地的好味道 與農村慢生活的愜意 大家坐在戶外草皮區 享受咖啡廳跟自然的微風 仔細一看這間咖啡廳 不是在都市上弄也不是網美打卡店 而是坐落在龜山農村內 放眼望去是綠油油的農田 跟原始的山林風光 讓人遠離城市的喧囂 感受農村慢生活的愜意 雖然只有在假日才開店 仍吸引不少民眾前來 它的咖啡味道很好 然後它的甜點我覺得是很好吃 就是很酥脆的感覺 然後這邊的風景也好 你可以坐在這邊欣賞田園的風光 然後看一下日落 而且這邊本身秀區其實推廣得還不錯 所以因為本身是龜山人 所以會滿想帶我的家人跟小朋友來 來 一般的咖啡廳比較是追求所謂的 網美的那種打卡的感覺 可是這邊我是喜歡它的追求大自然 因為帶小朋友來可以 就是看看田邊有什麼景色之類的 其實它是比較接近原始的那種自然的感覺 老闆林氏玉的本業是造訪工程 家裡也有務農 想要進一步推廣龜山在地的好茶好咖啡跟農產品 因此決定在農田間打造獨特的農村咖啡廳 在地我們是農村咖啡廳 然後在我們在外面可以欣賞我們的田園風景 然後我們裡面有我們的櫃杯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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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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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 休閒農業區內 不僅可以一覽農村風光 還可以實際走進田裡體驗農室 還可以欣賞灌溉水渠跟池子 店裡使用的都是歸山自產的咖啡 茶跟米 讓大家來這裡不只是放鬆聚會 也能品嘗在地的好味道 咖啡是我們在地自己生產的 自己烘焙自己烤 自己弄出來的 我們的茶也是我們在地自己 去把人工下去採 人工下去做 去把它生產出來 我們的米也是我們自己人工 自己下去種下去採出來的 在我們這邊是 不敢說是有機的 我們這邊就是無農藥的去做法 就為了這家電視 要讓附近台北新北桃園 可以知道我們的在地的歸山的 室外桃園的環境 然後讓我們 因為最近我們這邊有一個修區 也可以推廣出去 另外老闆也結合休閒農業區的首都老師 每個月都有安排DIY課程 材料都取自農村內的樹葉跟果實 可以創作結合大自然獨一無二的作品 我就是把這些植物變成一個植物創作很有創意的課程 那希望說我們修區裡頭除了有很好的那個農產品之外呢 還可以注入一些藝術的種子讓我們修區的有一個多元的風貌 最有特色是因為我都喜歡用樹葉來作畫 因為我們修區裡頭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樹葉 那也有不同的種子 所以我都是利用這些樹葉 種子 果實來作畫 跟外面的作畫是不太一樣的 這家農村咖啡廳就在風茶米修區 拎進新北跟桃園 只有假日才開店 除了咖啡 鬆餅也是店裡的一大招牌 歡迎大家一起來到農村遠離城市喧囂 喝香醇的咖啡 吹著田野的微風享受慢活時光 記者賴五一桃園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好 來電視台 我們再會 我們會喜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